指揮中心昨天公佈 新智首日從中國入境桃園機場 共採檢了五百二十四人次 陽性有一百四十六人 陽性率將近有三成 而指揮中心表示 將抽樣做定序 掌握便利株的趨勢 新冠疫情不放假 持續升溫 二號 週一新增一萬六千 五百二十四例本土病例 中重症有三十三例 死亡則有二十六例 其中年紀最小死亡個案 為八歲男童 他十二月二十五號發病 隔天確診並發腦炎 雖然轉家呼病房治療 仍不幸病逝 累計去年至今 兒童重症死亡有四十例 另外中國來臺旅客 從元旦起必須接受 拖曳PCR採檢 新智上路首日 桃園機場總共採檢五百二十四人次 其中一百四十六人 為陽性 陽性率為百分之二十七點八 等於每四人 就有一人是陽性 中國防疫政策大轉彎 從清零走向開放 並宣布一月八號起 邊境大解封 引發國際高度關注 因為中國不再公佈感染 住院和死亡病例數據 也開放中國公民出國旅遊 讓各國如臨大敵 陸續宣布提高 對中國入境者的防疫措施 例如美國 加拿大 日本等國 都要求中國旅客必須出示新冠肺炎 陰性證明 北韓更在日前宣布 暫停中國觀光客入境 面對國內進入第三波疫情 指揮中心表示 上週整體病例數上升較多 預估農曆春節當週或是隔一週的疫情 會達到高峰 恐怕單日破四萬例 因此呼籲符合資格民眾 儘快去打次施帶疫苗 以降低感染及染疫後 併發重症或死亡的風險 記者來市民 講龍翔 才會報導